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印度将来台设AI中心 台场打入供应链 Uber空中飞行器计划2020市引运 维新公开学计 推新电竞局面显示器 造纸工会表示 产销成正比 被纸回收系统会崩坏 来关心台股 台积电股价延续强劲走势 改写历史新高纪录 指示水泥等传统产业类股 表现相对疲弱 影响台股指数震荡小涨 整体来说 今天回公到1万1100点整数关卡 上档压力沉重 加上摩台指结算震荡 让加权指数盘中翻黑 后续就算回档 只要能力手昨天突破的 11036点 多筹依旧可以维持控盘优势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第二季经济成长上修至4.2% 成长速度为将近四年来最快 新数据显示企业支持大幅增加 主要归因于出口增长 因为美中双方互相征收报复性关税 商家抢在7月生效之前 争相购买大豆和汽油等美国商品 因担心资安问题 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 已遭美国澳洲政府封杀 日本俄罗斯也传 正考虑严格限制华为设备进口 华为则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寻求帮助 表示希望参加9月开始的FTC听证会 以继续获准进入美国市场 宏姬扩大电竞产品生态系 29日在柏林消费性电子展展前国际记者会上 推出一系列电竞新品 包括笔电 显示器等 又以体感电竞座舱最吸金 将在今年第四季度许推出 抢工年底耶诞节采购旺季 渴望为宏姬年终营运注入动能 上银科技董事长卓永才29日表示 上银已被Google邀请 加入参与人工智慧 在机器人领域应用的研发团队 并预估2020年机器人占上银营收比重 将首度突破10% 而上银医疗机器人 也预计在三年后独立设公司 朝成为全球医疗设备 主要制造商的目标迈进 新唐人亚的电视真理报道 再来看到台厂或许有机会 打入苹果面板供应链 业绩指出苹果派源来台 秘密房友达与金店 为下世代iPhone搭载的显示器 做准备 尤其MicroLED被视为 足以抗衡偶类的秘密武器 如果能够获得苹果青睐 对台厂将是一大逼多 台湾面板产业端秘密武器 它去台湾2018首都展出 MicroLED、MiniLED的产品解决方案 主题专区 友达展示MicroLED8寸全材显示器 群创拥有8K MiniLED大电视技术 苹果派源来台秘密房友达金店达隆等业者 透露在新世代面板技术的合作契机 现在我们看到跟一年前或跟两年前比较 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厂家多了很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速度会加快 MicroLED才主动式发光 具备可饶性能 尽力尺寸可小至20微米以下 有机会挑战OLED的霸主地位 尤其苹果的面板都由韩国三星 LG等韩日厂商掌握 早上台厂渴望打破机油 垄断局面 苹果在OLED这个部分 它必须要依靠三星 那苹果本身自己又在发展 MicroLED的这个技术 所以它透过这种MicroLED的发展 未来如果可以让它商品化 那将可以避免它们 减少它们对这个三星采购 这个OLED面板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产业分析师指出 MicroLED一旦技术成熟量产 最快2019到2020年间 可能成为苹果下一世代iPhone手机 以及Apple Watch穿戴装置的关键面板来源 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以MicroLED为主 因为毕竟MicroLED 它本身是属于自发光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点 其实都可以自己发光 那对于跟OLED的竞争 其实是比较有竞争性的 对于业界传闻 厂商都很低调 友达董事长彭双亮表示 并不知情 而金店不愿评论 不过相较传统液经技术 MicroLED正成为次时代明星产品 成为业者崛起 以大机会 新唐人亚特电视 是陈货摩余宗汉史维桐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国际重要的财经报纸讯息 同国社摩根史坦利 看好亚马逊业绩展望 激励股价 充破一兆水平市值 金融时报 金融类主市值 续创新高 导致风险加大 美领准会成员 争论是否提高 平常的资金 华雅街日报 受费引起 对方案及经济肩炸 美国企业第二季 获利飙升16% 创造成新高 日本金字新闻 亚马逊在日本食品商店 开始推出手机支付临手续费 带您了解 不同的酿醋方式 酿出来的醋香味也不同 在嘉义的一间酒庄 第二代接班人陈伯伦 培育出独特的醋酸菌 缩短酿造时间 确保醋的食品安全 也与小农合作 小量客制化 生产无农药的水果醋 不仅酿出多种 特别风味的产品 也帮助小农 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这些都是那个 无农药的 小农的那个香水柠檬 黄绿色的香水柠檬 洗去灰尘 虽然没有华丽外表 却是无农药的象征 在嘉义十多年 以酿造文明的酒庄 为帮助小农生产过剩问题 协助加工成有特色的产品 提高附加价值 而醋就是其中一项 人家工厂进货是一次大量的 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 一台小轿车就可以再来 因为今天只有采这些 所以我们不只说是帮助 我们的那个收获模式 也给一些小农 很大的一个方便这样 接受少量 特质化的订单 这家酒庄拥有自己品牌 并兼顾代工 物理是要和当地农民共荣 酿醋的容器 则是选用不锈钢筒 第二代接班人陈伯伦说 父亲创业时就选用不锈钢筒 因不锈钢有耐腐食等特性 在酿醋过程中 也比较安心 我加入之后 我们公司有导入 那个ISO22的一个 生产追溯 溯源的一个管理系统 导入这个系统之后 我做的任何事情 任何原料 任何出货进货 然后原料的控管 半成品的控管 我都一定要有资本的记录 因为我要很清楚 知道我的产品 如果出去有问题了 我要很清楚 我常常是哪个环节有出错 不到30岁的陈伯伦 对经营管理有自己的想法 对音乐充满兴趣的陈伯伦 大学读的是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常利用课一时间学习音乐 但后来发现 要完成梦想 前也是现实考量 加上家里也需要人手 因此回家帮忙 从基础做起 也做出兴趣 进一步考取食品科学系 培育出独特的醋酸菌 现代改良的方法 我们是用柠檬 然后我们会先做酒的发酵 酒精发酵 酒精发酵之后 我们再去接我们自己培养的醋酸菌 那它这个酿造时间 它可以缩短 缩短酿造时间有一个优点 我们可以减少长时间的 曝露在我们酿造环境中的一个 微生物污染的危险 要酿出好处的秘密呢 就在于醋酸菌的养成 接着将这个纯粮的醋酸菌 透过微生物的技术 来增加这个醋酸菌的活性 缩短酿醋时间 观察我的菌种的活性 或是它的进度 我可能每十分钟 我叫去检测一次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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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到晚上七八点才会结束 或者是有时候到晚上十一二点 对 因为我不能停 我一停了 我前面的实验就都是失败的 就等于说我的数据没有用 这边有一层 它这个是我们天然的醋酸菌 这个代表我们在勤醋酸作用 发酵期间 必须人工一桶一桶的检测 酿好的醋 还得经过这台日本磨过滤基 用温和的方式去除醋酸菌 达到无菌状态 保留醋的风味 每个环节 陈伯伦继续照料 他也想把酿造的故事 推广出去 很少人回去说 那你红茶是发酵的茶叶 那你水果醋是 也是从酒发酵过去的 几乎没有特别讲的话 一般大众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是希望把酿造这种食品 让台湾更多人去了解 不怕迎接挑战 陈伯伦一一解决 传化成前进的动力 酿造出口味独特的产品 像是番茄醋 红肉里醋等等 下一步要把这些台湾醋 行销国际市场 带您看到明天8月31日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台延第一金法说 德国柏林消费电子展 第32届台澳金字联席会议 第7次中日台长对华 北京举行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